一个50元同班以内就能吃到有菜有肉 相当有饱足感的饭团 不仅台湾是有欢迎还买到国外开店 就是曾被富比式杂志誉为米博式的于正龙 这位台湾连锁饭团摊的创办人 1988年在高雄左营创业至今 年营收超过上亿元 小摊饭成功的模式是他舍弃传统饭团 只有肉松 菜谱 油条等单一化的选择 在他的饭团摊一次排开将近60种配料 蔬菜 肉片都能加 让小摊饭从早上一路迈到晚餐时间 摆脱饭团只能当早餐吃的刻板印象 一次排开将近60种配料 顾客在餐台前认真选择自己喜欢的菜色 这间饭团店是台湾市场首创的选料方式 摆脱传统的肉松 菜脱油条 在这里你还能选择现金的肉片火腿 或是现炒的高丽菜 因为那时候在环境里面没有我这样的人出现 这样的一个产品做连锁 一边路边摊到处都是 可是我已经把那种模式标准化了 像我配料已经有三四种 所以以前只有三种 酸菜 萝卜 肉松 加点油条 以前就这么多 吃甜的就多一个档粉 可是我已经把这个配料三种变成三四种 对于整个菜色的卷得性也不会太油腻 所以相对性比起一个自助餐 那个便当70万80块 这样子一个饭团就可以保食一餐 也比较划算 一个50元铜板以内就能吃到 有菜有肉又有饱足感的饭团 分量不多 而且方便食用 让于正龙的饭团连锁台 一年卖出上亿元的好成绩 基本上只有台湾人才规定饭团是早上吃 我们在其他各国的店是一整天营业 所以我一直在尝试把饭团 把饭团的业务整个的经营模式 延伸到中午到下午 但是它主要的问题还是糯米会脏气 早上吃不会 下午吃之后就会 但是我们改良了不会脏气的问题 所以我们下午就试着开始推广看 那适合的地点当然就是黄温市场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长时间的去经营 现在已经有一些成绩出来了 从天亮卖到天黑 原本习惯早餐吃的饭团 就算到了晚餐时间还是很有人气 基本上我们的主要的客人还是以女性为主 早上是以妈妈为主 下午是下班之后就是年纪的家庭 他可能要带小孩之后一两个人 然后他买两个或是带一个小 就可以解决一餐 然后我们的米饭很健康 很多种嘛 所以他可以多样化选择 两个饭团就可以选17种配料 所以他等于是吃一个正餐 他不会又去买那个比较油腻的餐点来吃 不只配料多样 就连米饭的选择也有三种以上 紫米 配亚米 乌古米 这些只是基本款 每一个加盟组还能试客群增加米种 满足每一张挑剔的嘴 只是每一种米饭特性不同 所以要泡多久时间 要蒸多久时间 这些变数当初可让余正龙十足苦头 水的多跟少 然后桶子的大跟小 火力的大小跟时间 这个都会影响整体的品质 我为什么我可以训练那个基底 我两年都锁在那个房间里面 在研究那个饭 所以我也丢掉很多饭 我常常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都那时候年纪嘛 我都晚上大概十二点左右去泡米 三点半起来 我都睡在我的小货车上面 我是当一天几岁三个半岁四个人 我长大两年过的时间 就在做这个事情 创业 所以不要创业 创业太辛苦 余正龙嘴上说辛苦 但他是真心喜欢 这个一手打造的饭团事业 所以煮饭过程中的所有细节 他比谁都清楚 我们分为两个到三个屏室 你要看今天设计的十股 十股饭是哪一些主任 有分为一般软性跟硬性 那我们选择接近的在一起泡 这个就是软性五股 杀两跟你一起泡 他的软硬度差不多 然后硬性还有更硬的 这番不同的时间 越硬的泡越久 温度越高 泡越久 一般的反与软性五股 如果在这种温度 因为温度是成桃点 在这种温度 要泡一个半个的两股 不同谷类 浸泡时间也就不同 这样才能确保 蒸煮起来的饭软丘程度能够均一 而蒸饭的锅炉 余震龙也舍弃传统木桶改用蒸汽锅 差在湿度 对那你像蒸汽的部分 木桶的湿度会比较高一点 那锅炉的湿度的话 它可能就会比较在低一点 所以我们要去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最主要是锅炉它的火力比较大 蒸汽的量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时间上就会 平均大概在20至25分左右 对 看是怎么办 大概多一倍的时间 时间少了一倍 产量也就能增加一倍 而蒸好的饭还得快速冷却 把每一颗饭粒锁在最好的状态 因为我把它让这个饭收缩 现在只是把整个饭的结构把它打开 松范的目的是让米膨胀 让每一颗米粒不要挤压 让它膨胀 这样口感才会好 每一颗都是完整的 然后都是有膨胀出来的 这边出来的都是冷气 都是冷气 它不能吹风 它可以吹冷气 它比人好命 温度太高它会越软 越慢处理它会越软 含水量太高 然后要快速的降温 这个温度不能抽真空 抽真空的话 它里面的含水量会被抽走 当每一个变数都一一解决 品质也就能固定 这是一阵龙创业15年之后才想到的 饭要由工厂统一出货 而不是把技术交给摊商 由摊商自己煮 其实欧巴桑已经先吃到我煮的饭 可是他不会觉得他自己煮的很差 然后他要付你一个 那个时候叫学费 他会抗拒了 所以我采取一个缓和的方式 就是我让你分期付款 照期你有赚到钱 给500块1000块都没关系 就是我们的加盟金 你没有卖了你不用再给了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我赶快扩很多点 研锁里面加盟的速度就会快 但是品质就比较难掌控 把煮饭的工作收回到工厂自己负责 除了确保品质 也能确保核心技术不会外流 我们怎么样把所有技术成分降到最低 这是早期我在创业的时候 一个人就是朝创忙 可以不断犯错 但是得到了经验 慢慢朝连锁整理我经理的方式 去了解去整合之后 才知道说所有东西技术 一定要降到最低 这牙米好 好 再一个 妹妹肉到油条要加吗 好 那再一样 当技术难度越低 加盟组设堂之后 遇到的麻烦困扰也就越少 自然和余正容的配合也就能越高 这对加盟体系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上下一薪不会有差异 推展品牌也才能更快速 当展店摊位够多 民众对这个品牌也就更有印象 大概都要几个业 从他加盟 他要来谈加盟 那我们怎么告诉他女婿 你会需要付什么费用 然后你学到什么东西 可能觉得会贵 他觉得这个就那么简单 然后煮饭也不难 他也煮多 台湾那些欧巴桑会煮油饭的 都是同样原理的东西 我怎么要付你这个费用来学这个东西 要慢慢沟通 因为我的基底 现在我有自训练 那段两年半煮了 煮了一天煮巴桶饭 我的经验只可以拉到20年 所以我的煮饭不是一桶一桶煮 是一次煮巴桶 然后去看出他所有的问题点 所以我可以跟他讲 你煮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目前于正龙的饭团加盟 以中南部市场为主 加盟主因为不需要店面 只要一个小摊就能创业 所以费用也就不像其他茶饮店 动辄百来万 加上技术门槛不高 一个一个小小的摊贩 都是一个一个婆婆妈妈 想要再次奋斗的可能 另外加点创意 不单饭团寿丝卷 也能成为小摊的另一个明星商品 我小时候高中读书 很喜欢吃饭团 我在读书的时候 可是那饭团吃久会腻 因为同一个口味 它慢慢吃真的很好吃 可是再怎么好吃的东西 很容易吃腻 我怎么让你吃腻的时间延长 小职创业的模式 瞄准本钱不多的族群 于正龙的下一步 准备让配料再升级 把猪排等食材加入 提高售价 一颗小小的饭团 也能包出大大的手机 看到这里 小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